无论你是什么年纪 什么性别 什么背景 都可以透过圣经的话语生命更新 继一年读新药灵修之后 邀请你一起纳志 和35位目者用三年时间 每日用圣经的旧药灵修读经 让生命往下扎根 向上结果 一起实践旧药的教导 令人生活得更有智慧 诗篇102篇 是记载一个人 在生病当中所经历的痛苦 特别经历到生命被隔离 那种孤单 以及日渐消耗的生命 但真正的解决 是从他期望 石安被重建 神的角度来到彰显的时候 一切的痛苦 都已经不再成为痛苦 在我们思想这一章圣经之前 请先我们低头去同心祈祷 创造天地万物的主 你是永恒的神 无论我们今天活在任何情况当中 你总不会雕下我们 求你让我们看见你的完美 以信心仰望为我们创始成终的神 奉主耶稣基督面求 阿们 诗篇第102篇 困苦人发分的时候 在耶和华面前 倾吐苦情的祷告 遭难中的祈祷 耶和华 求你听我的祷告 愿我的呼求达到你面前 我急难的日子 求你不要专念不顾我 我呼求的日子 求你向我侧耳 快快应允我 因为我的年日 在烟中消失 我的骨头如火把烧着 我的心如草被踩碎而枯干 甚至我忘记吃饭 因我叹息的声音 我的肉紧贴骨头 我如同旷野的蹄湖 好像荒地的猫头鹰 我清醒难以入眠 如同房顶上孤单的麻雀 我的仇敌整日欲骂我 向我叫豪的人指着我倒咒 我吃灰尽如同吃饭 我喝的有眼泪参集 这都因你的怒恨和愤怒 你把我举起 又把我摔下 我的年日如夕阳 我也如草枯干 为你 亦我说必永远坐在宝座上 你的名传到万代 你必起来怜悯石安 因现在是可怜他的时候 因所定的日期已经到了 你的伯人们 喜爱石安的石头 连吻他的尘土 列国要敬畏耶和华的名 地上中皇 都要敬畏你的荣耀 因为耶和华建造了石安 在他的荣耀里显现 他谁听窮佛人的祷告 不藐视他们的祈求 这必为后代的人记下 将来受造的百姓 要赞美耶和华 因为他从至高的圣所谁看 耶和华从天向地观看 要谁听被囚之人的叹息 要释放将死的人 使人在石安全阳 耶和华的名 在耶路撒冷全阳赞美他的话 就是在万民和列国 聚集事奉耶和华的时候 他使我的力量半途虚弱 使我的年日短小 我说我的上帝呀 不要使我中年去世 你的年数世世无穷 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 天也是你手所做的 天地都会消灭 你却长存 天地都会像外衣漸漸旧了 你要将天地如内衣更换 天地就都改变你 唯有你永不改变 你的年数没有穷尽 你仆仁的子孙 要安然居住 他们的后裔 要坚立在你面前 诗篇102篇很明显的有三个段落 第一个段落是第一节到第十一节 是形容着一个病人 他所经历的痛苦 不单只给他看到 他在身体上受苦 甚至看到他心灵那种被隔离 还有特别看到 他生命慢慢被消逝的日子 究竟这是一个什么人 有人以为是欺西家 有些人认为是以色列人 在抗野的时候 一个集体的回忆 但无论如何 这段经文所形容的 是每一个患病 软弱当中的人 他很容易产生的共鸣 真的对生命那种无奈 那种苦痛 形容得很透切 在第十二节至二十二节 作者忽然从一个个人的痛苦 转到这个石安的重建 有时他不太明白 原来当一个人面对一个短暂的人生的时候 他很想问什么叫永恒 而他心底里面也有一个很大的盼望 就是神要重建这个石安 要让全世界人都看见神那种的永恒 原来人的生命的短暂是会过去的 所以石安在这个地方特别提到什么叫永恒 他心底里面最期盼的是什么呢 就是神的角度那种的建立 在二十三至二十八节 在这篇诗最后的六节里面 石安将焦点放在神的永恒的属性上面 他特别提醒我们 原来人生命会过去 但是这位主这位神 他是永恒的主 他所建立的角度是一个永恒的角度 所以他特别来到仰望这位神 让他的后裔能够认识这位永恒的主 他生命会过去 但是这一个却是一个人生面最大的目的 就是认识神的永恒性 诗人在这篇诗篇里面 留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信息 就是当我们要太过注意自己的得与失 或者我们的软弱 我们所遇到的痛苦 我们会苦得很不堪 但是若果当我们将我们的眼目 注视到一个永恒的天地的时候 你发现这一切的痛苦 原来是微不足道 他从他个人那种生命的痛苦 在病塌里面那种无奈的时候 忽然他看见就是石安的被重建 那种荣耀 他心里面就轻松了 同样地今天 我们当去探望一些病人的时候 都是想象这样 我们不会只是叫他忘记他的痛苦 而是让他看见当他好了的时候 他家人在等着他 这种温暖给他很大的鼓励 而保罗都是这样面对他的人生 他自己说 我认为我所受的痛苦 如果比起将来要显于他的永远 我说我就不足介意 弟兄姐妹 神在你生命里面有一个永恒的计划 有一个很完美的将来 是为你和我预备的 生命的目标 会影响我们生活里面的感受 如果我们时时都在这个地方里要计较 我们生活每一个片段里面的得与失 以为个人的荣辱就是我们人生努力追求的目标的话 我们就会很容易被这些所发生的负面事情影响我们 相反 如果我们明白原来我们生命有更高的义童价值 所发生的事就不会影响着我们 我们看见一班的宣教士 他为什么要离开自己安舒的地方 去到一个我们说明知有苦难 明知那个地方生命会有威胁 甚至乎真是不知道明天会有什么事发生的日子里面 但他仍然是喜乐的 欢迎的做 不是因为为了自己 他就为了神角度那种的扩张 为了人得逐永恒生命而努力和付出 这样的日子他觉得很有意义 所以弟兄姊妹 你生命的目标是什么 诗人最后的宣告 他说唯有你永不改变 这个宣告就成为他有能力 也能够在一个地方以喜乐面对所发生的一切 从第一段我们看见他形容他病痛的时候 生命的无奈 我们连自己都发生共鸣 是的 我们都是这样过生活的 但问题 我们知道原来神是永恒的时候 你就能够在这个地方用喜乐的心去面对 对弟兄姊妹 让我们在这个短暂的人生 甚至我们称为很多苦痛 很多我们无法避免的 这个难处的人生里面 仰望一位为他创始成终的耶稣 我们所受的苦 我们就不会再计较了 所以求主帮我们 在这篇的诗篇当中 明白神的心意 来到期望神的角度 能够早日降临在他当中 今集背众的金句是 为你耶和华必永远坐在宝座上 你的名传到万代 诗篇102篇12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